Google的登录及移除帐号 我们要再跟同学复习一下 那同学看一下哦 好我们再回到那个 你现在看到这是吕阿贤对不对 就冲冲老师 那目前呢我这里有三个扩充功能 而且呢我这边应用程式点一下 请同学看一下 哇画面回落落的 我们还是改一下吧 三条线的设定 针对 点这里就好了 我们刚刚不是加过这里了吗 主题的地方 主题 我们再改一个比较清爽的 不要那么花 那么花其实阅读起来 其实是不舒服的 好来 我们现在来点这个就好了 否则还是点这个 再换一个好了 这刚点过了 来我点这个 点完加到Chrome的软件 来我们再回到应用程式的地方 这样看起来比较清爽 对不对 那同学看一下哦 目前我这里有三个扩充功能 而且的背景是这个 在应用程式这边有几个 我点选三条线的设定 要离开这台电脑咯 离开别人的电脑 学校的电脑 公司的电脑 点选人 记得点一下 再来点选移除 移除 这时候呢就会清得干干净净的 没有了 包含我们看一下画面呢 哎 你那些都没有哦 那现在我要做登录哦三条线设定 登录 仔细看哦 当我再次登录自己的帐号密码的时候呢 他就会Google呢 就会从Google公司的网 那个伺服器把你个人的设定带进来 看一下这边有四个 有没有 那再等他一下 他再跑一个 两个 对不对 就会把一些 呃这个带进来 再等他一下 三个 有没有 我们刚刚这不设三个吗 好 点选 第一次登录的时候呢 邮件是问号 点完以后呢 他就会呢 进到邮件系统 就会把它统计出来了 那是因为我们有登出 把它移除了 如果是在家里的电脑呢 你每次开起来 这边就会显示最新的邮件 那这是我的行事例 对不对 那刚刚的盟点还在不在呢 好 我们看一下吧 期末站 那我点选这个 按着Ctrl键 然后点选讯号 压着不放 如果没有去检查一下吧 三条线的设定 看一下盟点的地方 在哪里 扩充功能 对不对 蒙点的地方 点一下 哦 因为刚刚移除了 所以把这个地方设定 移掉了哦 改成Ctrl键 储存 是因为我们有登出账号 他把一些设定 有些简单的做移除 来 改完以后呢 如果不放心 重新整理一下 来 跌下来吧 Ctrl键 压着 点选讯号 拖替讯号 就会帮我们进行语音的一个解释 说明等等 所以Ctrl键很方便哦 下次你去朋友家 登录你个人的账号 就可以把你个人的设定 带到这台电脑来 那去朋友家 在公司家 都可以这样做 离开的时候 再提醒你 三条线的设定 点选人 在这里 再来进行移除 就可以再点移除 就可以把你个人的账号 从这台电脑 清除的干干净净的 就不会有治安的问题了